好玩啊 讲到这些重男轻女分配不公 所引起来的事件 马律师这边故事很多 这种什么 子女认为父母财产分配不公 引起了纠纷 其实以台湾来讲的话 通常会嫌不公平 我遇到的案件是 男生啊 男生觉得不公平 因为这种起于 起于重男轻女 因为现在会分到财产的 大概都是老一辈的 那会出现问题的 都是老一辈 因为重男轻女引起的 财产分配不公 那男生应该都是得力方啊 他为什么觉得不公平 我举这个例子 有一个 有一个爸爸很有钱 不是很有钱 打拼 说打拼 买了很多房子 那因为只生一个女儿 没人胖到 就是怕以后没有人 就收养一个男生 就是庞盗 收养 对他很好 这边就是为这个来收养他的嘛 好少 就是对他非常好 只为了庞盗收养 因为他没有男生 他没有生男的啊 只剩一个都生一个女儿 工作人员都两千块了 有啊 都说 真的庞盗你就对啊 你说这个很对啊 他有那个思想在啊 一头牛 传统的 他有那个思想在 所以从小就把他养 养了以后呢 非常溺爱他 好意无聊 还溺爱玩的玩 案子到我这边来的时候 女生跑来找我 女儿跑来找我 我说他哥哥 60岁了没有上过班 没上过班 不知道什么叫上班啊 然后他的孙子 就是生了也不知道什么 也没有再上过班啊 那唯一的事情就是 找阿公拿钱 找阿嬷拿钱 缺钱就是找他们拿 然后呢 这个爸爸 这是阿公啦 阿公那个时候呢 就 把这个房子 因为要给他庞盗嘛 就先路路路去 去过名字给他 过给他的儿子 这是这个收养的孩子 还没有走啊 这个孩子就跑去 投资借钱 然后给钱庄 跟钱庄借钱 因为爸爸很聪明 把钱庄压在手上 他不能卖嘛 不能设定抵押 他来 他玩这一招 去钱庄借钱 签本票 拍卖 拍卖房子啊 他老爸气得吓死 他说我是要留给你以后 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就跑出来 自己再花钱 花钱去把他 把钱庄清掉 下到了就把这个房子 过回到老婆名家 因为他年纪大 过来老婆名家 那他就走了 走了以后呢 生下妈妈 妈妈他其实从来没有来看 都是女儿在顾 都是女儿来过 他们唯一回来找妈妈就是 阿嬷 两孙子 儿子带 老爸带儿子带 跟阿嬷要钱 就是要钱 但是阿嬷那个脑袋 还算清楚 后来阿嬷发现说 不用不行 因为会败光光 一定被他败光 他就要把这个财产 陆陆续续移给女儿 在这个移转的过程当中 儿子就开始想说 那是你死了以后我的财产 听到没有 他的关键就是 你死的就是我的 你现在生死的 不得轻换到我的财产 但法律上不是这样讲 法律上面 我只要活着 我要给谁就是给谁 死后那一刹那 那个时候才算是财产 这个重点 让观众知道 现在很多人在 你不能在乒糖 你若死 这是我的 那是不对的 有很多 像刚刚讲比丘琳那个案件 也有点这个味道在里面 因为他就怕 为什么阿嬷要拿房子回来 不 妈妈要把房子拿回来 因为妈妈 百年以后就是 儿子会自然继承 或者是 妈妈拿回来的时候 趁妈妈还有 意思还清楚 过后 我孙就好 不要让儿子 因为儿子信用不好 所以就过给他的孙子 等于是照顾我这一血脉 我刚刚说后半段 用新娘骨真正 妈妈 老妈妈 我刚刚讲比丘琳的案件 很可能把房子拿回来以后 就会过给他孙子 他不会过给儿子 因为儿子再心不好 那到后来呢 发现这个小孩 就慢慢过给这个儿子 我说那个不懂 这个亲生的女儿 过来亲生的女儿就很 就是去打拼 去照顾妈妈 到现在还在安养院 都是他在看 然后呢 他就打个官司 告诉说 你这个分配产产不公平 你不应该给他的 还告诉说 你这个逃落税 把自己家人说 弄逃落税 你这个房子给姐姐 是逃落税 然后假买漫 是家人的啦 丑陋 他是个外人 夸张到这个程度 你知道 我一看到说 哇这个 我就是发现说 竟然有儿子 就是我很难想象说 有些男性 到后来 因为他不是生产 他唯一的目的 就是在家里挖钱 我遇到过很多 这不是我遇到第一件 好几件都是 而且他的任务 只是庞盗而已 他在啰嗦什么 60岁没有 60年没上过班 不好意思 那种嘴脸 我们是没看到 那种嘴脸是什么样 我不在看面相 我只是觉得 他们的想法 很非常的奇怪 就对了 我的还是我的 爸爸还是我的 妈妈 姐姐也是我的 妈妈 阿嬷也是我的 全部都是我的啦 他会认为说 我好像庞盗 你们中文化的嘛 对吧 扎好我 扎好我 都是我的 这个观念很奇怪 就对了 他完全没有法律概念 你跟他说 我们可以处分财产 然后法律是平均的 如何都可以 他不会管 他就是一文化 但是他有一个支撑点 是阿公阿嬷会买单 那他之后 他告赢了吗 这个他 没有 去弄了 挖了一些钱 跟国税局威胁 要去捅你的楼子 还是拿了几百万走 但是到后来 还是保全了这些不动产 如果不动产 还在阿嬷名下 或者是还在 还不容易 早就被他挖光光 是 我相信 不要老观念 演艺圈也有 这个女明星 被不成才的兄弟所作 这故事好多 我要讲这个女艺人 她是个天后 她的故事有多悲惨 她有两个哥哥 一个姐姐 她是家里最小的 家里很穷困 一定都是这样子 所以她的妈妈 在她五岁的时候 五岁 就把她带去跑码头 唱歌 那她因为很有天赋 你知道家里面 最受欺负的 永远是最孝顺 跟最会赚钱 一定 她都听妈妈的话 她五岁开始赚钱 她到十五岁 其实已经全家人 就靠她吃喝 她二十出头的时候 不得了 她已经是天后了 等到她成年 二十岁的时候 她的哥哥也蛮大 对不对 她后来呢 因为她所有赚的钱 都是妈妈在收 她从来没有拿过钱 一直到后来 因为她非常红 签到经纪公司 那经纪公司 是不是会给她钱 因为她太红 太有钱 她因为太孝顺妈妈 所以每个月 她就给她妈妈 将近三十万的零用钱 三十万很多 那家伙 他很孝顺 对啊 妈妈说 这样子不对 这样又不对 给我三份 零用钱要三份 所以你应该是 三十乘以三份 你要给我九十万 你怎么会给三十万 她说我为什么 要给你九十万 好脏喔 哥哥结婚了 哥哥跟嫂嫂要养 这个二哥也结婚了 小孩子学费 你要出 这样一共三份 要出 那个二哥 才刚结婚 没有房子 你买个房子给他 大哥要开一个店 你再给他一百万 都妈妈在指挥 你知道吗 可是 可是你知道 他的两个哥哥 从小 我要讲这个听话 他没有受什么教育 他只有念到中学 你知道为什么 他家所有的钱 都给他哥哥去念书 念个什么书 念完没有工作 为什么 因为他妹妹就红了 为什么要工作 就每天就好吃懒做 好了 他无怨无悔 他没有关系 我就对女人来说 有的时候就认命了 没关系 我就听妈妈的话 我就养 养到有一天 他哥哥大哥来跟他讲说 我跟你讲 你现在这么有钱 我跟你讲 现在有个生意好好做 很不错 给我一笔钱 他说 你要多少 哎呀 你不知道 这个生意很不好做 你先给我五百万 好 他就五百万真的会了 他也真的去开了店 没有几个月 又来讲 我跟你讲 你亏了钱 再给五百了 你一个广告都 都一千了 再给五百 这种常常有 对不对 现金就进去 三个月来之后 就跟他讲说 没有了 一千万就没有了 他妹妹还不能开口 问说怎么回事 不要问 对不对 你一个广告也一千 是有在怕吗 我觉得对这个天后来说 他没有生他哥哥的气 真的没有 是后来 他认识跟他哥哥合伙 做生意的人 他跟这个天后讲说 不好意思 你哥那个生意 亏了 不过还好 也只有损失一百万 对你应该还不伤 那个生意损失一百万 我哥跟我讲一千万 那其中九百万 你就是A我 你知道这种伤有多深吗 你可以坦白告诉我说 我需要一千万 你不要用偏 这种事情一而再再而散 一直到他后来 他后来因为感情不顺 没有结婚 生病 后来挨末了 他延误治疗 有一天 他跟他妈妈已经不亲了 后来他不想养 他哥哥都不亲 他照样在养这两家人 他打话跟他妈讲说 妈我生病 然后妈就说 生病 你怎么了 癌症 挨末 真的时间不多了 你知道他妈说什么吗 你要死啦 你快点把钱汇给我啊 你没有老公 没有小孩 我跟你讲 你先汇给我 你另外一部分汇给你哥 你要记得 明天就要办 他妈就是觉得说 反正你也没有结婚 对不对 你知道他立刻 当天立刻找律师说 我所有的钱 给我朋友 给设计师 给所有不相干的人 我就是不给你们 你知道人的那种恨 你知道吗 已经恨到 他的钱就做一个信托 好 这个天后就走了 对不对 还有后续 他没有嫁 天后没有嫁 他的丧礼 是很多演艺圈朋友 跟经纪公司办的很盛大 可是有一件事情 你们都不知道 骨灰呢 因为他是姑娘 没有嫁人 所以骨灰 是不是要给他妈妈 他妈妈竟然 把他骨灰藏起来 然后对外告诉大家说 因为他太红 他歌迷都要去拜 他竟然骗歌迷说 我告诉你们 就是那个哪里哪里 歌迷 你说歌迷很爱这个天后 就去找 他都没有 大家知道 那个骨灰 那个塔 灵国塔 外面不是有个佛堂 都会有佛堂 每一年 这天后的祭日 你知道那个歌迷 对他多好 送很多东西 那个花 你知道就一哭 送到第三年 那个庙真的受不了 有一天庙里的住持 都在跟歌迷讲说 你真的不要再送 为什么 他根本就没有葬在这 他人呢 那歌迷很伤心一直哭 送了三年的礼物 人呢 不知道 是他妈把它藏起来 后来为什么会公开 十二年之后 他妈妈才愿意公开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个天后 每个月留给他妈妈六万块 说实在六万块 给一个老人家够了吧 这个老人家每天把六万 还是给他儿子 有儿子不够 不够啊 然后每天就打官司 到最后还拍卖他所有的遗物 后来他们没有东西可以拍卖 因为他所有值钱东西都被信托 他们竟然回家找他的内衣库出来拍卖 你说这家人可不可恶 十二年之后 歌迷帮这个妈妈付房租 因为这个妈妈连房租都没有办法付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他儿子不理他 活该 我讲难听一点 对不对 歌迷帮他付了房租 妈妈才告诉这个歌迷说不忍心 他说跟你讲啦 其实他站在哪里哪里啦 英国 十二年之后歌迷去看的时候都哭了 你知道他妈妈多狠吗 站在哪里 站在一个很荒凉的地方 骨灰坛放在那儿 上面竟然没有写他女儿的名字 真的很可怜 而且上面的出生年月日是错的 我讲到他都快哭了 十二年的时间你让歌迷不愿意去拜他 我觉得你到死都要控制你女儿 这是一个什么心态 因为你没有给我钱 你没有给我钱养我儿子 我就跟你赌气 我恨你 后来这事情被揭发的时候 你知道他妈讲什么 对啦 就是我啦 不行吗 她是我女儿啊 对不对 我就是不要让你们拜 你觉得这 你有时候觉得你到死都要这样子压榨他吗 听得很难过 好狠喔 真的 好可怜喔 休息一下记得广告吗 好 来 谢谢 在后阳来的时候弄一盏灯 弄一盏灯 那后背后是靠 那包吾怎么背 在背后 那那边太暗了 很多人家里 后阳来都一堆垃圾 一堆脏东西 而且从来没有灯的 都是只有要去披衫 要穿亮衣服才开灯 我们家都杀虫痴和表白痴 对啊 对 不要的都混在那里 所以那些包吾就有 所以你还是有包吾 你还没有一个探盆呢 我都不想说你